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起他来 哈里曲梅根简直不算啥 婚后十七年过得太圆满 王妃越来越圆 而王储这样把他宠上了天 夫妻俩刚刚庆祝结婚纪念日 看来男人也不全是大猪蹄子 今天来看看这家的狗粮 一 宠妻狂漠 挪威王储哈康年轻时长这样 帅得有点像基努 然而哪个公主都没找 他与梅特恋情曝光 震惊整个挪威 梅特当过夜店舞女 成千抽烟喝酒 还跟吸毒前男友有个资生子 嫁到一般人家都要立正 不要说王氏 学着显文批评 王氏就是要高高在上 不能 去要高贵 就要任性 王氏如果这样 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连王权都被挑战了 可见这是有多严重 而哈康认定了他 那时的梅特是几片人 简金八色 五官精致 说王子看重他颜值也不是没可能 但哈康更喜欢照顾他 他原话说 梅特当担心妈妈 一边打工养儿子一边读书 非常不容易 我喜欢他的坚强和美丽 他买了一套266平米公寓 给母子两遮风港语 有八卦媒体揭秘梅特 说他跟吸毒前男友友往来 朋友圈就是犯罪圈子 他索性放话 我相信梅特的为人 如果还有谁抹黑 我个人不认可这样的行为 在王氏面前 他拿出了杀手锏 我愿意通梅特度过一生 这比取得任何贵族头衔都重要 母后生怕儿子一糊涂不要王位 赶紧手肯过世 在全国被一生中 梅特带孩子嫁进王氏 这是一场所有女孩梦想中的婚礼 不光是这层层婚纱太美了 更因为帅王子的眼神那叫宠溺 婚后哈卡还是喜欢照顾老婆 梅特当王妃买努力 陪伴王储到处出访 但毕竟资历和训练远远不够 一开始出了不少问题 他非常害怕坐飞机 却被拍下来机舱的司照 他决定起诉记者 在媒体眼里 当王妃就得习惯成为焦点 一张飞机照片咋了 但王氏解释 官方场合可以拍照 私下偷拍无法应对 可能因为压力太大 他一度经常生病 出席言苦成东西奥运会 得了肺炎 与王储接受德国电视台采访 又被布警灯害伤了皮肤 于是德国行程提早结束 这些事在别人看来也许太做 但王氏说法是 做一位传统而谨慎的王妃 才是正确选择 有这样的全方位支持 梅特顺利过渡艰难时期 出席活动很熟练 见女王也是一太一流 穿礼服好先 很快赢得明星 名叫百分之九十支持梅特王妃 认为她履行了国家交付的工作 二性格放飞 哈卡从小到大看着是乖乖王子 其实性格放飞 喜欢搞怪 梅特跟她性格一个样 全家在阳台上见民众 这队在越严肃场合跳得越欢乐 两人从谈恋爱就这么契合 王主在音乐节上认识梅特 从音乐到运动发现很多共同爱好 婚后也过得开心 梅特是没读过大学的现代王妃 夫妻俩一度搬到伦敦 梅特在伦敦大学亚飞研究学院 读发假科对外援助课程 但并没有毕业 主要义出席活动为主 如支持研究艾滋病基金等 设怕王妃很多 梅特不需要成为这样的人设 活得更随意 穿衣也一样 除空物之外 不像隔壁丹麦王储 飞 那么讲究衣品 平时怎么舒服怎么穿 随着又生了两个娃 伙计又太好 看着简直跟我们是挂中年妇女差不多 不知为啥改穿小林口礼服 便这样了 余凯特王妃撞衫 效果可以说想吵很大了 还喜欢棉布连衣裙 身材又膨胀了一倍 但这一切都没啥 夫妻俩照样恩爱 哈康选择没撤 也许正是因为她放松的状态 希望过轻松随意的生活 一起登山 看伦多奥运会都是降神而滴 不是在官方活动上作秀 他们度假被偷拍到这样 又王子背着有好舒服 墨镜都是哈康帮着打 一脸幸福 眼神宠溺 玩亲亲 感情是真的好 三 爱屋及乌 哈康不只是宠梅特 也爱屋及乌 把她儿子宠上了天 结婚时 梅特儿子Marius五岁 为了不让她感觉受歧视 夫妻俩很长时间没有住王宫 因为贵族亲戚不接受王妃的私生子 全家依然住公寓里 Marius没有王室血统 没有王子头衔 在梅特生下两个王室继承人后 貌似地位尴尬 而哈康正是收她为养子 一直带她拔 与弟弟妹妹在公开场合一同露面 确保她健康成长 王储的做法深受挪为民众认可 所有人都希望孩子得到保护 没特出房时 人们总是会乖 接着问她Marius情况 经常送她礼物 确保她不会感到自己被排斥在外 就这样Marius简直是最受宠的男孩 活得自我洒脱 她热爱游泳 超浪和滑板 足球等一切极劲运动 具有超强运动细胞 现在长成快22岁的大小伙子了 浅金色头发 好漂亮 有王储多年如抑郁的宠妻 全家日子过得好圆满 王妃长远点也没啥 出去划雪 夫妻两亲得分不开 旁边的娃们习以为常 不但看到 哈康曾经说过这句话 你的过去我无权顾问 我只想跟你共度未来 十七年过去 他还真是用实力见证了这句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